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章鱼珍老师 现在要为各位讲解 111学年度学测数学V试题 单选题第7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要注意的地方是 空间直线上的认四个相异点的K值 要和画纸所画的四个点的K值 必须要相同 那题目有提供K值的做法 好那接下来题目说 画家有一个画家 他要依照上面的原则 将空间中的一条直线 跟直线上的四个相异点 描绘在画纸上 那这四个点有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是Q1Q2的长度 等于Q2Q3的长度 等于Q3Q4的长度 那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最符合这个条件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试题解析 这个题目的学科内容是平面上的比例 测验目标是生活情境与平面几何的比例问题 那我们先回来看一下题目所提供的这个K要怎么算 如果我们在竖线上画出了四个点 那这四个点呢 我们从左到右分别是1234 那这个K值的分子应该是P1到P4的距离 乘上P2到P3的距离 分母的部分是P1到P3的距离 乘上P2到P4的距离 好所以根据这样的结果 我们再搭配刚刚题目画家所画出来的这个点 我们先把竖线分成了四个点 那这四个点呢 它们的距离各自都是一样的 所以根据题目所提供的K值 我们为了方便计算 把这几个线段的距离都假设成A 所以根据题目K值的算法 它会得到2A乘上2A分之3A乘上A 整理完之后可以得到K值是4分之3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K值来检测看看底下的选项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的四个坐标点是1248 所以我们用图示的方式来讲解给大家听 数线上呢我们画出了四个点 那这四个点是1248 接下来我们算出K的值 分别是8-1乘上4-2 再除以4-1乘上8-2 会得到K值是9分之7 跟题目当中的4分之3是不相符的 所以这个选项是不正确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的做法呢 也可以参考第一个选项的做法 算出来的K值是5分之4 不是4分之3 所以第二个选项是不正确的 那第三个选项也是一样 我们把第三个选项的K值算出来是7分之6 它跟4分之3不相符 所以第三个选项也是不正确的 第四个选项的K值算出来之后是21分之16 不等于4分之3 所以第四个选项也是不正确的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选项 第五个选项呢 它的四个点是1 7 9 10 我们把K值算出来 会发现分子是10减1 乘上9减7 除以9减1 乘上10减7 整理完之后 算出来的答案是4分之3 跟题目当中的K值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选项是正确的 好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是选项5 以上是数学V单选题的第七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